这是一个小外星人 他要干啥子呢 来到这个中央控制室 他跑了上去 这边还分成两层呢 直接就跑过来 看着这些奇怪的控制器 他开始捣鼓起来 反正就是搞了半天 看着显示器 只见一个蓝色的星球冒出来 外星人决定下去看看 随着外星飞穿的一阵震动 消失在宇宙空间中 我终于冒出来 一个奇怪的小房子 这是什么奇怪的房子呢 小姑娘在搞啥子 好像在做饭 听到声音 看到了我 没办法 我也不想当这个憨憨 但是谁让他是主角呢 反正就是和妹子一起去挖矿 然后小姑娘就跑出去 我来到矿洞之中 小姑娘也紧随其后 哈哈 身为合格的矿工 挖矿怎么可以呢 来到下面之后 就开始努力挖掘起来 这收获啥子还挺不错 妹子在搞啥子呢 没想到居然在搞黄金 哎 早知道进来就看一眼 算了 就让给他吧 他很高兴 我也为他高兴 然后我们就跑出来 拿着矿石便准备回家了 回到家里以后 和这个小姑娘告个别 他看着手中的方块 直接回家去 把门关好 这次的收获让他很高兴 然后外星飞船跑了过来 他想干啥子呢 继续操控着飞船 又是这个显示屏 出现目标 使用机关 光线照射下来 我这一边看到一个小花花 收起来吧 想要送给那个女孩 然后又远路返回 很期待他高兴的样子 来到这个小房子的面前 看这种情况来说 还是挺不对劲的 在外面敲门 然后直接冲了进去 看到屋子中的景象 发现脚下的东西 矿石还没有收拾 那么就代表发生了 我不知道的意外 看看附近的东西 希望能找点线索 但是算了 还是先去其他地方瞅瞅 然后我就看到 那个奇怪的东西 啊这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像是外星来客 我看到这个东西 开始思考起来 然后来到印记的所在之处 打算先下去看看 来到洞穴中 这一下把我摔倒 也太惨了一点 看看四周 不留 这个外星飞船 居然藏在地下 还好我机智 下来看看 打碎窗户 跑过来 外星人还在叙叙叨叨 他被关起来了 我看到这种场景 很愤怒啊 拿着宝剑 就想去干掉他 终于干掉 把妹子放出来 哈哈 他非常感谢我 这是一个小村民 他在收拾粮食 看着这次的收获 他十分的高兴 继续收拾 哈哈哈哈 这是我朋友家 小家伙居然还在睡觉 忽然惊醒过来 看一下闹钟 今天又起来晚了 准备东西 拿出一个小稿子 有东西以后 就准备出去挖矿 哈哈哈哈 他就这样跑着 然后看到村民的庄稼 想要干啥呢 看到村民正在收拾 就和他打个招呼 去其他地方 来到傻子地方 看到附近的东西 居然有一个建筑工具 好像是奇怪 动物 他想一下 没有管 就去其他地方 然后看到奇怪的玩意儿 这是啥子东西 很好奇啊 居然是一个大脚 这玩意儿 还是挺奇怪的 那么大一个 哇哦 他思考下 这是大森林之中 他跑了过来 看到奇怪的玩意儿 啊这 这是什么东西 一只超级高大的怪物 真是太恐怖了 这是他家 里面没人吗 我来到这里 没有看到朋友 就想去其他地方 转悠转悠 顺便找找他 这时候突然发现 看到这个小聪明 打算先打听一下消息 我得到点消息 就打算继续寻找朋友 顺着他给的消息 一路寻找过来 这个大脚是啥子 我也看到了 有点奇怪 仔细研究起来 但是没有其他发现 然后也来到这个大森林中 我就这样不停的走着 也发现我的朋友 很好奇什么情况 看到一只超级怪物跑过来 我注意到他 他在缓慢前进 有个优势 他并没有发现我 别想个好主意 朋友还在跑着 最后终于来到绝境中 大怪物开始向他逼近 我想一下 这时候 他居然注意到我 必须得攻击了 拿着小弓箭 便向他攻击 最后怪物倒下去 没想到居然那么简单 那么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后面还会发生不少有意思的事情 在这里就不多说 哎 大家现在是不是都开学了 要好好的学习哦 下期再见